从这周开始,世界的目光将会聚焦在旧金山。 为什么呢?根据新华社的消息, 中国外交部宣布,应美国总统拜登邀请,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14日至17日赴美国旧金山举行中美元首会晤, 同时应邀出席亚太金河组织第30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。 亚太金河组织,简称APAC, 是一个旨在加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组织, 由21个经济体组成,包括美国、中国、日本等经济大国, 也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、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。 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,是其中级别最高的会议, 每年举办一次。 目的是让各成员对重要议题展开深入探讨, 并通过一系列成果文件, 作为各成员间下一阶段合作与发展的指导。 当然,谁都知道,这次APAC会议并不是重点。 重点在于,中美元首的会晤。 对于当前中美关系而言, 自从上次中美元首会晤以来, 近一年,中美之间一直都没有如此分量地直接交流。 所以,全世界都在关注, 这场中美之间的元首见面会。 而在此之前,中美各个层级, 也为此做了长达半年多的准备和铺垫。 例如,从今年6月开始,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、财政部长耶伦、 商务部长雷蒙多等官员接连访华。 此后,中美双方成立经济领域工作组, 包括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。 而就在半个月前, 这两个工作组相继举行了第一次会议。 在此10月底,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美国, 除了与美总统拜登、 国务卿布林肯等会见会谈, 还同美国战略界和工商界人士举行座谈。 在此国务院副总理,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利峰, 应耶伦邀请, 于11月8日至12日访问美国。 访美期间, 何利峰与耶伦举行多轮会谈, 会谈时间累计达10个小时。 与此同时, 中美的经贸互动也开始变得频繁起来。 在刚刚闭幕的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, 美国首次以官方名义参展, 并设立了美国食品与农业馆。 有数据显示, 美国食品与农业馆的展商, 总共签了价值5.05亿美元的订单。 而据路透社援引贸易消息人士称, 中国进口商于上周二购买了约10船美国大豆, 约60万吨。 如果得到证实, 这将是中国这个世界头号大豆进口国, 至少三个月来, 最大的单日大豆采购量。 再是中国央视的报道, 从10月9日起, 中美间定期直飞客运航班, 开始逐步增班。 2023至2024年, 东春航季, 有望每周, 从目前48班, 增至70班。 而更重要的一个风向标示, 最近几天, 中国官媒连发多篇重磅评论, 不断吹风预热中美关系。 例如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, 推动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的文章。 署名中生, 是中国之声的简称, 高度规格显而易见。 而文章开头就点到, 双方应坚持相互尊重, 和平共处, 合作共赢三原则, 在重返两国元首, 巴厘岛会晤共识基础上, 推动中美关系止跌起稳, 尽快回到健康稳定发展轨道。 与此同时, 新华社的评论是, 双方要为此相向而行, 切实重回巴厘岛, 克服干扰, 排除障碍, 积累成果, 营造氛围, 共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。 我们知道, 自从2018年以来, 川普将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后, 中美关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 中美之间由合作为主, 变成了频繁对抗。 无论贸易战, 或是科技战, 转眼已经打了五年的时间, 中美关系也是一路走低, 甚至有了一点冷战的端倪。 正所谓神仙打架, 烦人遭殃。 最近几年, 在大国摩擦之下, 世界各国人民, 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冲击。 这期间的滋味, 如鱼饮水, 冷暖自至。 所以, 也会有不少人希望, 中美关系能好起来。 而中美之间, 经历各方面的长时间对抗后, 双方也都有些疲劳, 也有暂时缓和的诉求。 当然, 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, 其实最关心的是, 本次两国元首会晤, 将谈些什么, 能谈成什么? 关于这个问题。 坦白说, 除了中美两方, 其他谁也不会知道。 全球所有顶级媒体, 各国情报机构, 估计也都是物理看花的状态。 我们也只能根据公开的新闻信息, 以及逻辑推论, 给一个大概的方向, 以供参考。 如果从近期的新闻看, 首先是, 美国地缘政治压力的增大。 例如上周, 共和党议员提出了一项独立议案。 该议案, 将向以色列提供数以百亿美元计的援助, 却不涉及乌克兰。 这其中虽有党派之争, 但也有其现实客观因素。 双线操作, 而且还想两线占优, 即便强如美国, 也一样是难事一件。 俄乌方面, 在普里戈金叛乱后, 普京顺势清除了内部的反对派。 俄军也通过坚守不战的策略, 挫败了乌军的反攻。 随着冬季的来临, 乌军反攻节奏逐渐被拖慢。 显然, 这对于美方乌方来说, 并不是好消息, 因为对于俄方来说, 他将会拥有一个漫长的冬天, 对疲于作战的军队, 进行必要的修整, 并趁这个时间, 寻求更多外部支持, 等到新春来临, 将会修复元气, 甚至获得更大的对抗力量。 与此同时, 自10月7日以来, 新一轮的巴以冲突, 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, 而且裂堵空前。 到目前为止, 仅仅一个月时间的巴以战士, 所造成的平民死伤, 已经大大超过了俄乌战争。 而相较于俄乌战场, 双方上百万军队, 在一千多公里战线上的对垒。 目前战事激烈的加沙地带, 则只有365平方公里, 若以主要战事集中的北部地带, 则更是只有100多平方公里而已。 在如此狭小地带, 短时间内投放大量弹药, 所造成的毁灭性是空前的。 而以色列国防军目前的策略, 其实是在向相对长期的围城战方向做准备。 而据以色列方面透露的消息, 其军事行动可能会持续一年时间。 当然, 更关键的是, 以色列未来对于加沙地带的处理, 可能使得背后的美国, 需要为其分担更多的压力。 所以, 短期内美国的地缘政治压力, 是陡然上升的。 而在这方面, 美方肯定想获得中方的某种承诺, 特别是对于中东国家的援助。 至于俄乌方面, 对于俄罗斯来说, 只要中国在经济上支持就足够了, 而且事实也已经达成。 例如前段时间的一带一路峰会, 中俄签订了两国史上最大的合同之一, 俄罗斯将向中国供应巨量的粮食和天然气。 未来12年, 俄罗斯将对中国供应7000万吨, 总价1800亿人民币的粮食。 供应方式是, 专门开辟的铁路通道, 只为避开马六甲海峡, 那个容易被卡脖子的海上关口。 而天然气, 同样也是准备开建新的输送通道。 未来俄罗斯对中国的输气能力, 将达到980亿立方米每年。 这是什么概念呢? 相当于去年全年, 中国天然气消费量的四分之一。 地缘政治上, 美方可能会获得, 中方对于中东局势的承诺。 但俄罗斯方面, 中方应该不会轻易转向。 再就是, 中美经济方面。 这其实是, 本次最有望形成一定共识的地方, 也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最大。 今年以来, 中国经济的修复不及预期, 尤其是房地产地方债的大雷陆续涌现, 传递出, 近30年罕见的宏观风险。 当然, 还有一个周期拐点信号, 也特别需要关注。 最近, 外汇管理局表示, 中国三季度外来直接投资, 近减少181亿美元。 这是自1998年有可比数据以来, 首次出现负增长, 创下历史记录。 事实上, 国内今年二季度的外来直接投资, 早已创下历史低位记录, 只不过没有显示为负质而已。 二季度, 中国外来直接投资, 近流入49亿美元。 环比和同比, 分别下降76%和87%。 今年外资的加速流出, 既与中国经济的风险暴露有关, 也受美联储钞预期的加息影响。 当然, 更与中美关系的不确定直接相连。 而目前, 中国经济上的拆雷, 已经明确开始。 但最终能否拆除, 需要多久, 又需要支付多大的成本, 现在还都是未知数。 而这时候, 必须稳定资金的恐慌情绪, 无论内资还是外资。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, 中美之间需要给市场一个稳定预期。 与此同时, 拜登政府现在也特别需要, 国内经济的持续稳定, 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。 美国经济金融上对中国的需求, 可能主要集中在购买美债, 或是廉价工业品, 帮助抑制通胀这两个方面。 再就是科技方面, 例如半导体设备, AI芯片的限制, 这些其实是, 中国的核心诉求。 但是此前, 无论是布林肯还是拜登, 对于科技封锁的表态, 基本是板上钉钉的, 几乎不可能有什么质的改变。 科技封锁等相关问题, 双方没有达成共识的基础, 能够短期不再升级, 就已经非常不错了。 其实可以看到, 即便中美达到现在, 两国在产业结构上, 依然存在着明显的互补性。 如果两国能暂时形成一致, 对于资本市场而言, 毫无疑问, 肯定是利好的。 但最后, 我们还是要不厌其烦地说, 中美关系非常复杂, 中美博弈, 也是一场持久战。 中美矛盾背后的真正原因, 其实处在操作系统之上, 两套系统不但不兼容, 而且还相互干扰影响。 如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, 中美双方都无法彻底压倒对方, 那么他们之间, 就一定会像现在这样, 出现打打谈谈的局面。 所以中美之间, 只是暂时缓和, 不可能根本性扭转。 而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, 中美博弈的胜负手, 其实在于这两套操作系统, 哪个更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, 哪个生命力更强, 谁能走得更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